大家好,我是小凤 现在我们要换过一套音响事故 因为光哥的这个土货美食馆 这个人气太旺了 这个音响太小了,不够大声 现在我们要换一个大一点的音响 震撼力大一点的 这台是什么鸡的? 松发 这个叫捧场,很烫的 因为每天晚上都会有很多人围在这里 小凤呢也在这里唱歌 记得过来捧场哦 在哪个位置呢? 具体是在哪个位置呢? 现代豪亭一楼路边 嗯? 太绝了 有人要不要转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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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哇 我发现这个走近一点 感觉这个声音又不一样了 1 2 3 好 亲爱的朋友们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光哥土货美食馆 品尝我们这里的美食 品尝我们光哥家乡的土货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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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葵开了吗? 起了吗? 你秋葵做到哪里? 我都忘了在哪里 一问一下黄友记才行 黄友记大妻的 我都爆開了 哎呦 真够丸 shows comigo 这段时间 statute possibilmente下雨 每天都在下雨 下雨天也要出来弄一下这个地了 这边我准备把它搞好 然后今年呢 重新规划一下我鱼塘 重新种一些东西进去 种一点花果啊 还有青菜啊 全部全部重新种 然后这些呢都不要了 全部搞掉它去 阿妹姐姐 那个棵有没有要来啊 那个棵有没有要来啊 哪棵啊 那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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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事啊 下次再来吧 这么大棵啊 好像很浪费 拆了那些花叶啊 差不多 弄了的 这棵有没有要 弄了 种新种的更漂亮点 是啊 俊极了很多 呢 它里面就外了 你看 你又把这树花在香港种吗 我没有地方种 种一盆这个种就得了 我不喜欢种 又喜欢种 你今次過年去了哪些國家旅遊 年初一去了福田一晚 福田去哪裡 深圳 第二年初二就跟女人團 去了維州 去了兩天一夜 再回香港 年初五又再出發 出發去哪裡 去學員 學員 學員 我全部都是去大陸旅遊 是啊 你以為去其他地方 在香港參加 跟你們跟請去 好 去年初五又再出發 一大陸 帝國營 阿松 保骨 北京 信心 日子 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可以了 给了些甜蜜糕面 Hello,大家好,我是小凤 今天和我们红姐在这里烤龙鼠吃 大家一起来试一下 也欢迎大家来我们光哥土货美食馆 来品尝我们这里的美食 这个是我们的红姐 大家来到这里,首先第一个 就先看到我们的红姐先 记得来看我 红姐有男朋友没有 没有,帮我找一个 看谁要看上我呢 就发信息给我们光哥 发信息给光哥也可以 给小凤也可以 那您对身高有要求? 男性的身高? 比我高,1米75 你身高有多少? 1米65 红姐1米65 在我们广西算是非常高的女孩子 还好 那年龄呢? 年龄啊 年龄啊 年龄 40岁左右吧 40岁左右 成熟的 成功男士 我们红姐肯定要找那种成功男士 成熟的男士啊 你看我们红姐这么有气质 是吧 嗯 就是 20岁左右 20岁 以下 是吧 哪有那么年轻 不是 40岁以下 对 长那么年轻啊 要40岁左右 我们要吃嫩草好不好 我们要讲嫩草来吃 吃不了 吃不下 太嫩了 对 就是40岁左右 40岁左右 对 成熟稳重 对 不能够操 也不要操过太多 嗯 对 因为我们红姐 才20岁左右 皮肤非常好 皮肤非常好 还不够熟 还有一点硬 这个番薯啊 就是要吃不生不熟 嗯 吃的会怎么样 大家知不知道 嗯 等会儿吹一下 吹一下这个肥就可以吃了 正宗土 红姐 这个大蒜 我们去约会的时候 不要吃这个大蒜 哈哈哈哈 吃两颗花生就可以去喂了 哈哈哈哈 吃两颗花生就可以把这个大蒜喂去掉了 嗯 红姐我们本店还有什么比较特适的美食 特适的美食啊 嗯 就是 比如那个烤羊排啊 烤羊排 烤羊排 手抓骨那些 都是还是比较好的 黄金豆腐 我们自己做的 嗯 大豆在乡下 嗯 嗯 自己种的 那乡下阿姨种的 自己种的那个豆 对对 都是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 再拿那土鸡蛋 做的这样 那黄金豆腐 黄金豆腐 下次教我 就做 可以啊 下次我们在这里做的时候 你过来 又有豆浆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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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